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 参加一个试协 然后那天呢 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 那是一个杭州的国展馆 它的conferential center会展中心 然后旁边呢 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 比我去那个活动要盛大太多了 一进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进那个 我们坐那个车子一进去 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站在门外 那我一看我就说 哎呀你看这些是网红 然后跟我一起 你怎么知道是网红 这不就一看就知道 这是网红脸吗 这一群都是网红嘛 然后呢跟着呢 再走进去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 那个海报呢 就是几个网红站在 占据海报中央 然后每个人都这么插着腰 然后呢跟着下面呢 写一个字眼 那句话我觉得印象太深了 请看我的小蛮腰 然后呢跟着呢 再下面一句话 这是我们的时代 然后呢 我就惊呆了 说好吧 这就是你们的时代 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那是什么活动 然后那个会呢 就是把他们全国的这些带货网红 造集起来办大会 然后呢是个 试诗大会 是个振作人心 奋发人心 鼓励士气的大会 把他们头五十名 就是卖东西最强悍的 照上来 这是他们的时代 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 很惊人啊 就一个这样的网红 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 就带到几亿的 都是这种级别的 所以你说干嘛要给钱赞助什么 广告什么呢 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 你说这真是 就是说前两天也是有个经纪人 带网红的 跟我讲啊 他都畏微奇观 你知道就是那种 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 就是网上做直播 网上做直播 不是有这种网红那个直播平台 有打赏的吗 然后呢 他跟我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了解这个行业啊 他说实际上那些打赏的钱 并不是全给网红 这个平台方 平台方要控制这些 也不叫控制了 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打赏的人 比如说每年 他说这些人每年办一个活动 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他说你能想到吗 就一年打赏上千万 就是看着这个网红直播 打赏上千万 然后呢 这个平台啊 就组织这些个打赏上千万的人 来搞活动 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 整个会场 一个大圆桌 就他们坐在中间 那个服务就头等舱机票 五星级酒店 好 他说那个平台还吵了个人 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 有一个打赏的 这个富家公子吧 大概是 早来了一天 你说这种金主 早来了一天 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 结果这个就叫条了 说哎呀 你早来了一天 我们这这个房间都没 怎么着 那少爷一生气 走了 结果这家伙 他这个上司一听 你把他放走了 他上司亲自坐飞机 到人家那个人那 赔礼道歉 然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儿 什么什么头等舱啊 什么什么六星级酒店的 其实是欧盟赌场接待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贵宾赌客的招 对 我觉得真是 你愿意吗 就是哎 你哪怕再有钱啊 就一个一千万 当然他可能不不是打给同一个的啊 就也许他一年下来 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 那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坏事 各取所需嘛 你喜欢看什么 要不要打响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 非常target的 非常针对性的 目标性的 提供那个服务 像以前的广告方法 比方说找一个好像明星偶像 然后他扩散出去 他卖东西 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他不一定很多方面 特别在主要方面 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 同样的心理的 可是现在有了在网络平台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 我们看看 这算叫P2P吗 点对点吗 你看那个小孩 李嘉琪的 我就想很对啊 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 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 我当然我是小孩 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 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说 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 这个那个 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 我觉得这样才好 应该把这种精神 点对点 网红卖口红的对卖口红 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 像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 卖汽油的广告 我就蛮欣赏那一句slogan的 他讲了一堆 对于车的什么家 什么油什么好 然后最后一句说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也开车 OK 我开车的人嘛 你也开车 所以我懂 所以我说 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 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 用在餐饮业 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 商品行业也好 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 而不是老子开个店 或者卖个货 你愿者上调 来就来不来不来 我觉得用这种 那个网红产业 这种服务态度才是对的 不过我倒觉得像这些网红 他们我们不要轻易羡慕 就觉得动不动就赚那么多 那么受欢迎 号召力那么大 他们的生涯寿命 其实是相对是短的 对 更新非常快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红 他必须要非常短的时间内 累积到大量的粉丝 因为这个东西 一些粉丝变心太快了 粉丝变心 真的是 去年还给我一千万 今年只给一千 对 真的会这样 所以网红的淘汰率非常高 包括带货网红也一直都是个迷思 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国内 比如说国外也有 YouTube上面有很多YouTuber 他们那个替换率非常高 他们如果真的要卖东西 或者什么的话 你会发现 比如说有一阵子 我记得很多人讲 举个例子时装最明显了 每年不是有很多时装州吗 比如说巴黎 米兰 什么伦敦的 那时装州在曾经是要请一些 有价值 有地位的大的媒体的老总去看嘛 比如说什么时尚杂志啊 Vogue啊 这些 不是这些女魔头吗 穿Prada的恶魔 然后就去了 然后众心拱月的拱着他来看这个时装 就等着他回去 嗯 写几句好话 那后来呢 大家发现 我干脆直接找这些 KOL 这些网红 请他们来 他们那个力量更大 但是你会发现 后来出现一个规律 就年年去的人都不一样 这批人 而那些女魔头呢 就这么多年都还在这 而且你说这个啊 我有一个 我想请你们评一评啊 就是说 我觉得是我不好吧 就是比如说这些带货的 包括就像说李佳琪的这种 My God 这种语气啊 我最后发现呢 是因为我呀 人生观灰暗 哦 我绝对 就是这样卖东西的啊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买的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偏见 我这个偏见导源于什么呢 就是那个 这个狂喊乱叫的 高喉咙大嗓门的 在一个购物平台上这样的 但是我肯定是错的 但是就这种偏见妨碍我 你反而你好好 跟我好好说话 你反而是这种 这个就是表演这么夸张的 这反而让我呀 生出了这个偏见 就是我绝对不会在这买东西 这叫必有一款适合你吗 它不是你那一款 肯定还有人是适合你 能给你植入好多 能给你推销的 没错 你那个买衣服的店员 我认识没 四个我说完 我也买一堆没想要的东西 肯定有的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看 他的卖的东西的价位 跟他针对的对象 你刚才这么讲 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 没有 真的为什么呢 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 他就是卖个橡皮叉 卖个尺 真不是 不不不 我跟你说 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 我知道 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啊 我知道 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化妆品 对 有的非常贵 但是呢 他觉得 通常很少见到 他们卖几十万的表 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 你不能因为你这表代言 你就可以了 这个又植入 又植入 代表 然后呢 你看 我们说看你想APP 就从来不植入 是讲品格的品牌 我没东西可以植入 有点奥的 我都给你植入半天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讲名字 他剪掉 我没得植入 最近是不是还记录片了 在这跟你们移植器官啊 我说回来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像这种 因为还有另一种 反向广告的操作 反向广告是什么呢 就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是李佳琦 是的 非常夸张的 这样的带货 但是也有一种广告啊 他那个广告 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广告 或者拒绝客人的广告 他针对的是另一种课程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在国内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 美食博客 旅游博客 常常讲去哪吃 去哪喝 然后大家说 东京 什么什么名店 说一年都排不上 对 这个定位多少多少 然后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 现在呢 大家标榜要去什么的 就我去了一家店 这家店啊 别说一年定不上位 你根本不可能定位 因为人家只招待熟客 你不是熟客带去的 你进不去 然后呢 跟着说那家店多好多好 后来呢 那这种东西多了之后 我发现在日本啊 尤其流行 日本现在呢 以前这种餐馆呢 这我们刚才说的神话级餐厅 通常是开了几十年的 开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被越捧越高 现在不是这么搞了 现在是一来开一家餐厅 第一天开始就不接受定位 你说第一天不接受定位 那你客人哪来呢 他会这样子 他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设计的很好 把他的菜啊什么呢 讲的天花乱坠的 然后下面有人说 对不起 我们不接受定位 我们不公开地址 我们没有电话 然后大家在想 这店怎么去啊 就越想办法 后来听到一些有办法的人说 尤其难定 然后他就爆满 这叫反向操作 我知道了 要给你买东西 这种的是给你的 特别简单 卖给他就是说 我们这个外面看不见窗标 看不见logo 不是 就是说啊 我觉得我肯定是错的 我肯定是错的 但是呢 就因为呢 这也是上个本能 就是所有这个高喉咙 大嗓门的 大喊大叫的 我本能的 我就觉得不可信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不管 包括我看电视节目 其实很多电视节目 非常好看的 广大都特爱看 就是我个人 有这么一个 你只能说怪痞啊 我就觉得有理不在身高 就是人一喊 我马上我就觉得 就不可信 就怀疑 可是呢 像我这样的人 最近也慢慢 悟到了一个道理 我准备改变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就说这个感性的 感性的力量啊 你不可忽视 当然 包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 你们记不记不 前一阵这个西安那个奔驰女车主 对 坐在那车门上那个视频 对对对对 当然她活起来 有互联网时代的很多原因啊 但是至少原因之一 是人家爆了 对吗 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 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天然的符合互联网的网信 就人们人们会点击 哎 多少次消费者维权 你注意到没有 我不是说人家是这个动机 主观动机 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 看客观结果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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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闹得凶 闹得动静大 闹得媒体都关注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似乎就解决起来就就快一些 对 他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 而且他本身你看有个标签 一直叫女研究员嘛 就是你想象中女研究生吧 就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斯文的形象 现在好人家给你坐在车盖上 一定是被逼急了 还要哭嘛这样 无路可退了 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 我说不要哭 哭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她长大以后 一定会发现我这句话是错的 你绝对错了 就是 你绝对错了 还有女人哭 你那女儿给我教育得了 我跟你说 要发挥优势 那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 我在香港我有一次 我就我在家里装了一只空调 刚装完 没有冷气 那明显是他装的就是错了 因为他检查过里面 就是机器没有问题 但是装的时候 就是他哪接错了 好我就去找那个店 因为他你知道在香港 你装冷气那个人 他不是专业的 有个公司 他们会找的嘛 什么搭谱那些人 好那我去找 卖给我空调的这个人 然后他不理我 不理我 我去那个消协啊 就香港也有消协 消协还给他发了一封信 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 消协一般是没有牙齿的 他没有办法帮你 消费的 权益 委员会 对对对 他消协是没有法律能力的 就是他给他发信 他也可以不理的 他还不理 哎呦我就急了 我就去他店里 我那时候还大 我还大肚子 我想我是个孕妇 总能争取点同情吧 这优势 我就去了店里了 问题就在于我脸皮薄嘛 我没有 不敢哭嘛 不敢闹嘛 我就跟人家老板 你不敢哭不敢闹 没关系 往地上一坐 这大肚子 可是这也是在香港 我就觉得 人家出来也是个有脸面 不是我还是坐不出来 我真的要跟他讲 你关我死 人家就不理我 然后我还去人家店里 别人在买他东西嘛 我还跟人家说 哎不要买他东西 人家看看我也不理我 回家想了好久 都想不出办法 很苦嘛 最后只好真的找律师 发三次律 律师函 就发给他 最后终于是给我认错了 给我重装了 等律师再发给我 他的费用 我的律师费可以再买三只空调 但是我就 我没办法拉开面子 就是能够哭出来 能够泼出来 我的代价就很高 哎 好 我就接着你 咱们就说香港 我也有一回 当然咱们应该提倡像义军这样 事实危惧 法律危准程 尽量理性 不要搞那些 但是呢 我好想不理性 我亲身经历的香港 这么一件事 我买了个韩国的 那么一个大电视 好 买回来呢 没一个月 哎 黑了 就是永远也打不开 好 就是说让人来修 修 在香港都挺有程序 修说你这个修不好 我们给你换 换一步 好 换 那什么时候换呢 下个礼拜一 给你打电话 结果呢 没打电话 没打电话 我打电话过去吧 我打电话过去就说 哎 呃 我们是要换 我们要给你 那换就得换 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现在呢 没有货 香港没有货 我们要等那个轮船呢 从韩国 再 再运来 我说那多长时间呢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一两个星期之后 给你电话 好 一两个星期之后 没有给我电话 我又打电话 然后那个轮船 轮船 海上要走很久啊 我以为他说 遇到事故了 你再等一两个星期吧 好 又一两个星期 你知道最后 整整拖了我两个月 香港的他这个机构啊 这个韩国电视的这机构 拖了我俩月 然后呢 到最后 我再打电话 说法就变了 说 哎呀 这款他们不生产了 那怎么办 说这样 再等一段时间 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 韩国生产出来了 我们再给你 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 给我许诺 你知道最后 我就彻底的翻了 彻底的翻了 最后我享受到了 人啊 崩溃的快感 哎 闻到 广州话 小弟 我的广州话 你知道当时 我觉得那个人啊 就跟表演 真听真看 真感觉以后啊 你那个熊变滔滔 我相信 我把这个香港的 这个客服 说的都落泪 说的都 说的都崩溃 哎 我就真取回到 因为 不是 主要是那几天 下次维权找你去 主要是那几天 有个生意也没谈成 我心情 不好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 哎 人当人的情绪 是真实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 我就说啊 你是不是一个家庭 两个月没电视台 还没感觉啊 如果 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 两个月没有电视台 没有电视看 是什么感觉啊 这个家庭要分崩离析了 现在如果还来 好像我 一个星期打电话 我给我等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打电话 给我等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一个两个月了 我又打电视一个群了呀 我还有眼泪 我还有没有人权 我是个人呐 我有看电视的权利 我说 有个人呐 这么大一包电视 也在我面前 你也没感觉 我就说 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 天天在我面前 我天天都打不开 对吧 你听不听 你被我家庭生活走成 给大银行啊 哇 我说完之后 几句之王 我 我 这个真的是要拍下来 那边那小哥们 那边小哥们半天 我贵香港人没见过这个啊 我们这家伙子 咱这雄风对吧 然后呢 一分钟 都没说出话来 睡了 然后就睡着 心想 我全部明白 明白了没关系了 我运群雷改了一个取景 就我完全理解 他说的很真诚 我觉得 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取景 哥们 你模仿电话 你不要放电话 你等我随随的 我闻我随随 过来了之后 跟我说 我们是这样 这个电视 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 现在我们已经有 比这个更新一代的 更高的这个型号 同样尺寸 但是呢 价钱比这个还贵 对吧 我们决定 给你换 免费吗 就那个没有了嘛 那个确实是那个没有了 免费啊 当然免费啊 就我们给你换这个 更好的 我说 你猫桶我吹泡泡了 就你不要给我吹气泡 你我可以洗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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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12点 来了 激情 激情的力量 谁能挡 你知道吗 我要是当时能够坐地上 说一通这个 我绝对网红 所以为什么 我就看到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 在机场的那种 霸占这个奔机的狼桥 不肯下来的种种的闹啊 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 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闹 就是有 就是有办法 我 你那个不算闹啊 我体会到 装的不行 装的你没有那个能量 那么你 你得是真逼急了 真逼急了 当然 咱们从这个事儿也可以反思 闹到这样不堪 这样不体面 我自己也很惭愧 对吧 我也觉得是 很不对的 那是你的运气 不应该这样 但不提倡这样 但是怎么样能够 大家都挺体面的 把这事儿解释 我觉得目前暂时很难 闹有时候是真有 真有用 就是说你不闹的话 人家就是不理你 假如我们说 所有事情都按规矩来 所有事情有程序的话 也许你闹的机会不多 因为你要看闹是什么东西 闹其实是一个 非常规的一个动作 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 你要的 你的权益 或者什么也好 但这种非常规 到什么程度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 几年前我们公司一个同事 去买机票 去订机票 然后后来呢 去订机票 那时候还是不是 那么互联网化 直接到旅行社 然后那个机票后来出问题 然后出问题之后呢 就要求那边退款 然后那边不肯退 因为整件事 是那个旅行社职员的人为错误 然后我们那个同事 就气势汹汹 当天在他那个人员现场 闹了三小时 然后结果后来 你知道这事要怎么解决吗 我觉得那员工太惨了 就那个经理出来 就说啊 就这件事 那我们一定负责 我们一定负责 他说 那您这个 这张票多少钱 别说一千多 一千多 好 立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支付宝啊 这些东西 他叫那个负责的员工 你把钱包套出来 直接在他钱包 这个上司拿钱 全部才数 还不过一千多 然后我这边先点 你明天给我 这样子来解决啊 也就是说 这说明什么呢 就表示整个公司流程程序 是完全没有这种准备 完全设计不完善 乃至于当有顾客投诉的时候 这个前线人员是没有办法 利用公司已有的体制来回应 所以他只能够坚决拒绝 你要求退款这件事 然后等到这个上司 等到你闹了 闹得那么严重 影响闹大了 那么这个上司也出来了 上司觉得必须解决 但这个上司是同样没有 已经有的准备制度来解决 他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掏钱 拿权威 对你说的这个 其实有点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那个网红的那个会议 就为什么那个人 不能够提前给人家定一间房呢 他肯定还是忠于职守 他觉得我给你定一间房 我的老板可能会不高兴 因为这个预算谁出呢 他可能还是想的是 我在做我分类的事 对 好多时候他处于这个职位的人 他只能想这么一点局限的事 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 就是说独立来解决整个事情 没有变通 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子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不对的 就如果大家都觉得非得这样 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呢 我想 嘉辉你在国外也留学 你全世界都这样吗 我现在说回香港 我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 所以我刚听得非常的郁闷 当时我真的应该找你来 你这跑跑开个新夜 我帮人帮人 帮人帮人 帮人闹 对对对 没有因为我也不是没闹 可是我的粤语还讲得比不像你 所以没有 我用的策略也跟你很像 雷尚丁 对 我用的策略跟你蛮像的 我是买一张按摩椅 去试用过嘛 他也是答应我三个礼拜内有 结果没有 然后每一次打 跟你好像搞不好同一家公司 你是买什么 电视 电视 我是按摩椅 那种什么按摩啊 什么 然后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都说对 还在海运当中 海运当中 一模一样 香港就爱轮船 他气得我爆炸 然后呢 而且有时候啊 你要不要闹 有一个关键 除了你个人也没有修养以外 就是对方的态度 我那个对方的态度 他不是不礼貌 他是太礼貌 完全好像一个电话录音这样回答 不管我怎么样说 不对劲啊 这样不行啊 答应了 这个那个 讲完了 他都再把它打一词 而且用那种好像人工声音的 明明是个人 要一直讲一辈 对不起先生 我们公司的规定 好像机器声音 我就火 就这种态度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说小妹妹 你明明是人啊 怎么样 那你要讲装机器讲话呢 然后我也开始发飙了 而且骂这种事情是这样的 你刚开始有一点点不高兴开始骂 你越骂越凶 越凶越骂 越骂自己越凶这样 对 最后把你平生的压力全部释放 爆发大 我是何等文雅的人 也跟你一样用粤语来骂 而且我的 你还没有什么语 而且我的策略也一样 也是动之以情 说你知道吗 这按摩椅不是买给我的 买给我妈 明明我妈 就结果你按摩 你知道我妈几岁吗 我妈98了 我是她生育 她生育日 因为我怕你听成生育 我妈生育礼物 生育能够过时才送吗 你家里没有老人吗 假如你家有老人 有个98岁老人 你会有什么感受的 也是讲得我自己都快哭了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90岁像汤道按摩椅 做按摩椅 98年来 你这937年 日本人进 抗日 你见过抗日 我的天啊 真的讲得自己想哭了 是是是 后来什么 他当然也是打装机器的声音 对不起 因为我们公司又是在讲 没有用啊 后来我就去投诉 消消委会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还是没有用 到最后就是 我真的拉一阵几年睡觉的躺着 梦到我的按摩椅 对吗 所以我听到你的 个案是没成功 没成功 到最后好不容易等了两个半月 很好玩 他再打给我 马先生恭喜你 按摩椅来了 我觉得一听当然很高兴 可是我要压抑下来 还要调侃他同一个服务员 我说现在送给我有没有用呢 我妈死了 我想让她难过一下 她伤掉的心都有 我说我妈死了 你知道吗 我妹妹 她不晓得怎么反应 我听她声音很好玩 想笑 又不是可以笑 因为真的很好笑 我明明说 对不起 送给我妈生育 我妈死了 你碰见了个无情 我过了抗日 过了98年就欠这张椅子